他喜歡這個地方 他想要記錄這個地方 為什麼不可以 那你們 你們不喜歡 你們就不喜歡嘛 那他喜歡 他不能喜歡嘛 奇怪 你討厭中國大陸 你就不要去嘛 那他喜歡中國大陸 他去 那他拍片記錄 你管他啊 到底是他戳到你哪一根筋 覺得不對了 不順眼了 而且 憑什麼 中國大陸 只能有爛的事情發生 不能有好的事情發生 尤其就是塔綠班的 這些綠色綠腦怪 我叫他們綠腦怪 你們已經 頭昏了嗎 我在此喊話鍾明軒 明軒 我們一起努力 做我們覺得對的事情 我們台灣的大V網紅 鍾明軒 鍾明軒又去大陸了 他 他這一次去大陸 是因為他要參加這個 他之前不是在大陸 有認識朋友嗎 那他在大陸認識的朋友 結婚了 他就要去參加他們當地的婚禮 那 這個是等於也是台灣人跟大陸人的一個婚姻 兩岸的跨海峽的婚姻 那他就是去大陸參加這個婚禮 幫他們記錄一下這一刻 其實這個本身 還蠻感人的啊 好那關於這個周明軒 這個事件我們等一下來Cue一下鍾明軒的影片 有他的說法喔 那鍾明軒去參加了這個婚禮喔 那當然我在自己的群組上面 很多的這個網友還有我的這個群友裡面 也是有Cue鍾明軒的這個影片啊 也就是說 對啊兩岸這樣交流多好 少一點這個紛爭 多一點這個交流與互動 兩岸民間不用這麼政治上的劍拔奴章嘛 對不對啊 那但是呢 鍾明軒去大陸啊 拍了影片 紀錄兩岸良善交流美好的一刻啊 這個怎麼可以 不行啊 塔綠班是不允許的 所以就有人批評他了啊 但是鍾明軒也很帥啊 他就直接來直接來回應 回擊這些批評他的網友啊 我們來看一下導播你來Cue一下這個影片 我收錢了呢 如果可以的話 最近想要存歐元 可不可以會管歐元 我的總結就是 我愛這個地方是我的事 你討厭這個地方是你的事 我們兩個人之間 互不逆數 好來 周明軒的這個影片啊 他反正他就是回應了這些網友啊 如果可以的話 最近想要存歐元 可不可以會管歐元 我愛這個地方是我的事 你討厭這個地方是你的事 就是我們兩個人之間互不隸屬啊 好 那其實鍾明軒他還有講一個就是說 他 會直言他繼續被討厭的心安理得啊 那他做認為他 對的是他覺得是他在做 他認為是對的事情 他就繼續去做啊 反正他每天都面對攻擊啊 那他開始變得很珍惜這些 討厭他的這些討厭他的人啊 攻擊他的這個時光啊 好像每天在追劇一樣 那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周明軒講的 我很認同啊 他只是單純去記錄一下 他覺得 他心裡面覺得好的東西 他就是拍vlog 拍影片他去記錄 而且他覺得 他喜歡這個地方 他想要記錄這個地方 為什麼不可以 那你們不喜歡 你們就不喜歡嘛 那他喜歡 他不能喜歡嘛 奇怪 你討厭中國大陸 你就不要去嘛 那他喜歡中國大陸 他去 那他拍片記錄 你管他啊 到底是他戳到你哪一根筋 覺得不對了 不順眼了 而且 憑什麼 中國大陸 只能有爛的事情發生 不能有好的事情發生 今天台灣人 尤其這些塔綠班的 這些綠色綠腦怪 我叫他們綠腦怪 你們已經 頭昏了嗎 中國大陸14億人的 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怎麼可能都是壞的事情 沒有好的事情 換句話說 那怎麼可能只有好的事情 沒有壞的事情 你每天去盯著人家的這個地方 14億人的一個地方 去盯著他 你又發生了什麼壞事 又發生了什麼糗事 這個地方都是壞的 都是糗的 大陸 就沒有一件好的事情發生 可能嗎 不可能嘛 人家一定有好的地方 我們看到人家好的地方 我們就學習 那看到人家壞的地方 我們就不要學嘛 對不對 不要說人家14億人的地方了 我們自己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自己 我們看我們的新聞報導 台灣有多少三寶啊 我們去笑人家那個什麼 中國大陸都隨地大小便 台灣人自己也有隨地大小便 我還看到那個台灣還有人 在那個坐計程車上面 然後就拉在計程車上面 然後計程車司機就不爽 直接開到那個警察局 那台灣什麼 兩千三百萬人 都這麼多鳥事 還有一點什麼三寶 然後不然就是插隊 不然就是那個 不是還有一個 什麼嗆瞎的 你拍一下 你拍一下 一個博愛座 每天在那裡吵了個半天 台灣鳥事也很多啊 那照這樣講的話 中國大陸也可以每天在那裡 撿台灣的鳥事 就說你看台灣就是每天 就是這些事 就那麼爛 就那麼糟的一個地方 但是是嗎 不對啊 我們台灣有不好的事 我們台灣也有很多好的地方啊 對不對 那同理可證 中國大陸也是嘛 那人家去中國大陸 人家看到美好的地方 人家紀錄下來 不行嗎 真的是不行嗎 不但周明軒去 我也要去 好不好 事實上我也去了啦 那我再在此喊話周明軒 明軒 今天我們一起努力 做我們覺得對的事情 你去大陸拍 我也去 我其實也找 我找你一步去了啦 哥找你一步去了 有機會我們多多聯絡一下 好不好 希望有機會能夠 call out周明軒跟他 專訪好不好 在此 隔空遞出邀約 高潔金曲獎 金曲獎晚上他說 他在金曲獎上面寫 喊晚上好 然後結果大家就開始出征他 晚上好是大陸的啊 你怎麼可以說晚上好 不可以啊 大家就開始來 酸這個高潔 來出征高潔的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啊 針對我看一下 好 網友紛紛表示台灣人真丟臉 奇怪他禁用中文字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曾克爽這邊 太可惡了 竟然說晚上好 我們一定要用繁體中文 痛批中國用詞啊 有人就批評高潔 最佳台語男歌手頒獎人高潔一上台 大家晚上好 好三小 頒台語獎項用中國用詞 好就開始 哇批評了 怎麼可以啊 我跟你講現在這個台灣的這個 塔綠班的文字語 也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啦 晚上好不行 早上好不行 那我們都我們要講 早安跟晚安 那這個 極了 極了也不行 極了不行喔 極了是大陸用語喔 你不能講極了 極了不行喔 所以你們這個標準要嚴格實行 嚴格實行 你不能 你不能略過這個民進黨這些委員 極了也不行啊 好不好 那如果照這個標準來講 我們現在到底還有什麼 詞可以用啊 講個話也要那麼辛苦 你累不累啊 那台灣 其實兩岸這個語言的這個交流跟互通 語言就是一種習慣成自然 就是大家 大家用久了覺得這個詞好用 這就繼續用下去了 台灣也有很多用語 大陸也很流行啊 比如說我們台灣我們講 誒你很機車誒 你很機車誒 大陸他們也很流行這個誒 我在大陸的時候他們聽到我台灣人 誒你很機車誒 他們也這樣講啊 我們台灣也有流行用語到大陸啊 那大陸的流行用語 好用的用語來台灣 不也很正常嗎 比如說牛逼 對不對 這太牛逼了 很多 很多台灣人現在也在用這個誒 真的啊 然後還有什麼什麼 什麼太牛了 還是什麼牛這個字 基本上就是從大陸來的 大陸就是太狂了太牛了這樣 還有很多啦 反正我覺得這種語言的這種文字語 搞這種文字語 大可不必 而且 民進黨現在不但文字語 而且他還雙標 你看看喔 這個是 這個網路苦手的圖啦 蔡英文說 我中國人念中國書 塔利班就OK 後面應該是哥布林嘛 對不對 塔利班OK愛心 那這個賴清德說 我想跟習近平吃飯喝真奶 請他喝全糖奶茶雞排 塔利班OK可以 那馬英九說 關於這個兩岸的問題的部分 我們要相信習近平 相信他對一些事情的說法 不行 馬英九怎麼可以不行 這個賴清德吃飯OK 馬英九前習近平不行 高潔說大家晚上好 打死他不行 基本上就是這樣啊 賴清德什麼都可以 民進黨立委 急了 OK 高潔晚上好 不行 這無不無聊 無不無聊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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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